希望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 以至于在家里网路上收听 我们永无教会 来传播的这些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有一段不算短的时间 没有上来领会了 有时候会忽然间想到说 是不是也该趁这个机会 结束这种讲道的工作 但是都是有一点犹豫 那今天我要讲的 事实上我今天 先决定的是要唱第几首诗 然后再决定要思索 说要讲什么道理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我要唱第几首诗 有人在问我说要唱第几首 他很关心 但是没有人关心说要讲什么道理 所以这个唱诗好像是比讲道还重要一点 那么我今天大概用美门内外 就是《使徒行传》的一个章节里面所谈到的事情 在一处场景 这个场景呢 我们为什么说他是酝酿了数十年呢 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 那个人是生来瘸腿的 表示说他一出生就是这样了 但是天天被人抬到圣殿美门的门口 请求众人的周迹 可见从他出生到圣殿美门的门口 这个场景的布置酝酿 是相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到最后门神的医治 他可以进去圣殿里面 又跳又跳要感谢赞美主 他的思维逻辑已经都相当成熟了 他是一个很健全的成人 可见这一段期间是相当相当的长 那么但是在这个很长的时间 要何时成就这种神的恩典 这个光景在什么时候呢 没有人知道 可能也是永远都没有结果 他每天只是期待着 把这个24小时过完而已 他没有其他的期待 因为没有人跟他讲说 有人可以帮他 有人可以医治他 让他天生瘸腿得到医治 是没有人这样跟他讲的 那么在这个场景里面 有四种人 第一种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那个瘸腿的 他像是那个主角 又是相当的无奈 在人生的周遭 在你生活的周遭碰到的事情里面 我想你往往会碰到 你好像是以自我为核心 但是又不是很顺劲很强势的主角 你是很悲观的苦主 不断地承受了那些压力 那些受难 但是你永远无法解决 那什么时候可以解决 不知道 你就好像这个瘸腿的 但是又有一种人 第二种就是 耶稣的门徒 彼得耶翰 他们有到那个地方 到那个阶段 他们能够生命的更新 然后充满了属灵的能力 他可以用一句话 一个动作 叫这个瘸腿的起来行走 难道说 他生来就有这种能力吗 也不是这样 因为他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苦楚 我们先看路加福音 第六章 我们看路加福音 第六章十二节 那时耶稣出去 上山祷告 整夜祷告神 到了天亮 叫他的门徒来 就从他们中间 挑选十二个人 称他们为使徒 这里讲到耶稣在挑选门徒 挑选十二使徒 是相当的慎重 他为了十二个人 他上山整夜祷告 祷告交托给神 到了隔天天亮的时候 他把他们所有的 他的门徒都叫过来 从中挑选了十二个 是一个相当慎重的一个举动 而且他不是说 因为我是神的儿子 我是弥赛亚 我要选十二个 何其容易 何其简单 而且我的门徒那么多 随便一选都可以选在上上之嫌 他并没有这样 他非常慎重的去做这一项动作 但是我们要想到 他做了这一项动作 这些门徒跟了他三年六个月 三年超过了一般 我们中国人讲的说 那个徒弟跟着师父是三年四个月 他们跟了三年六个月的时间 结果可以说是离离落落 非常的惨 从大师兄彼得 他否认他是跟 这个耶稣是同一佛的 他否认他是他的门徒 然后他远远 然后耶翰他们远远的跟着耶稣 我们只是说 把彼得很 挑到这个台上去检视他 事实上十二个人 没有一个是及格的 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么他们有那种肉体的软弱 所以他们为什么在这当中 从一个被耶稣剪弦 然后当成门徒 然后跟了三年六个月 但是他们又一下子 变成非常的有能力呢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 行传第一章 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 在第八节跟他们讲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前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这里谈到一个力量的来源 不是你有多少的知识 你还是你对耶稣有多深的了解 还是你跟耶稣有多深的交情关系 都没有办法让你有多大的把握 但是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这个能力会很远远不断的发挥出来 让他们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前地 在撒玛利亚为神做见证 这个力量是从神来是从圣灵来的 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真耶稣教会 我们说我们有圣灵 有神迹奇事 有真理 这是一个基本的架构 一个基本的要件 你这些东西你都如果都没有的话 我们也会跟彼得约翰的早期一样 早期一样 有什么能力都没有 好像充满 那个耶稣在问彼得的时候 彼得都会回答的头头是道 而且是很有深度 但是一碰到事情的时候都没辙 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能远远的 然后转头暗暗的哭泣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软弱的 他没有办法承担这世上的苦难 那个压迫 那种跟恶势力的那种对抗 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在第一节 使徒经历第一章第八节讲到说 圣灵降在身上的时候 才有那个能力 那我们再看到第二章 第二章从第一节五行节到了 门徒都积极在一处 我们再看到这当中有圣灵降临来的种种状况 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经常提到的 我们引以为傲 我们真意书教会能够向人家见证 能够讲出我们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那个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形状 跟圣灵降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所带出来的能力 那个能力是什么呢 我们看十四节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 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这件事你们当知道 也当彻耳听我的话 这十二个 这个彼得跟另外一使徒 后来又显了另外一个使徒 又拼凑了十二个使徒 他们可以在众人面前站起来高声说 这个高声说在跟他否认耶稣的那一个光景 才差多少的时间 才差了多少的时间 差不到两个月 五行节五十天而已 耶稣死后一夜节 最后晚餐吃后隔天备定时是这样 一夜节一过五行节到 五十天的光景 从一个落诺无能 没有泡啊 不敢承认神 不敢承认耶稣的人 到五十天后站在那里 可以不单只是彼得站在那里 而且是十二个使徒都站在那里 高声的对众犹太人讲话 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 当然是从圣灵来的 圣灵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被得着能力啊 这个是我们要一再的回想说 我们的能力要从哪里来 这是我们要想的地方 不是说我们要用多少的制度 多少的规范 让教会非常的周全 这个跟外邦跟一些民间团体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要的除了跟外面的团体一样的这些基本架构以外 我们一定要强调说我们有圣灵的带领 我们才能够像彼得亚克 第三章第一节 申出祷告的时候彼得亚克上圣殿去 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 天天被人抬来放在圣殿的一个门口 那门名叫美门 要求进殿的人周记 他看见彼得亚克将要进殿 就求他们周记 彼得亚克定睛看他 彼得说你看我们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 指望得着什么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 扶起他 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裸子骨 立刻见状了 就跳起来 站着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 走着跳着赞美主 赞美神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 认得他是素来 常坐在殿的美门 门口求周记的 就因他所遇着的事 满心稀奇惊讶 这里这一段事情的经过 是酝酿了几十年 我刚才讲了 然后他们是在一个很突出的地方 在圣殿的美门 第二圣殿他的进出的门超过十个 然后这些每天把他抬到圣殿门口 都专程抬到门门口 他有很多他特殊的意义 他为什么不抬到其他的门口 应该是这个门进出的人最多 所以可能有很多人很多人都看过这一个人 甚至包括耶稣在世的时候 可能也看过 但是当时耶稣为什么不成就这件美事呢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你又想到说 我刚才讲到说 在这个光景里面 有这个瘸腿的 有抬他过来 天天抬他过来 天天抬他过来的 这些慈行爱心的人 天天两个字 是有很大很大的感触 他是多少的心酸 你多少的无奈 今天你如果说你天天要去做一件充满希望的事情 天天要去成就一件非凡的事情 那这个天天何其美好 但是他的天天是很多的心酸 是我自己不能走 是被人天天抬到那里做什么 做最基本养活自己的工作 请求众人的周济 明天是什么 不知道 明天别人会不会抬我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的天天可能面临了 今天有人抬我的时候 我感激他们 但是有人可能用一个很不懈的行为 刺伤了我的心 但是我能对他怎么样 我还是要逆来顺受还是要感谢他 有人可能用语言的暴力 对我讲了几句能言能语的话 我还是要接受 因为我除了他们以外 我无能为力啊 你想这个瘸腿的这个心态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说 我们本身自己是有何等多的恩典 我们跟他比起来 我们好太多了 我们为什么每天要去抱怨东 抱怨西的 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有很多很多不知足的地方 今天你只要知足 你不用自卑 你只要谦卑 你知足的话 什么东西 我觉得说你都会很满足 那这是这个天生瘸腿的第一种人 第二种人 刚才我讲到的就是彼得耶翰他们 他们的那个生命的更新 才能够创造出 从神那里来的那种能力 行出那种神迹奇事 第三种人呢 第三种人就是那个每天 每天抬他到美门 门口的那些人 你说 这些人 他们圣经没有记载说 他是何喜人 是什么大名 没有 他们每天做着一个 没有期待 没有指望 只不过是一种 一种 无形的付出的一个志工而已 但是 这种没有期待的付出 才是一个真正爱的佛权 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想说 我付出什么 我就要得到什么 但是你想要有回报的那种爱 就会变掉 就会发酸发臭 就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但是这些人 他们每天 每天把这个瘸腿的抬到美门门口 每天这样做 我们想说 我们有这个 有这种爱心 有这种毅力吗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做得出来吗 而且他们做了几十年 但是圣经从头到尾 没有讲出 他们是何喜人物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十三章第二节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辈的信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周记穷人 又舍己身 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以我无异 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知瓜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和睦 凡事能耐 第八节 爱是永不止息 我觉得说 这些抬这个鞋腿的到妹妹门口的人 也是有无形的压力 因为我今天如果不把他抬到妹妹门口 他今天可能就饿着肚子了 那我却每天的去做 这是我们要想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天生鞋腿的 他有这种先天的疾病 就好像我们在这世上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点 每一个人不可能是完全的 你有肉体的软弱 你有心灵的软弱 你有个性的缺陷 你什么都有 但是你有没有期待 得到这个东西 获得一种改善 获得解决 像这个鞋腿的最后 终于得到释放解脱这样呢 好像想想 这不太可能 但是这里又给我们一个佛神圣的例子 在他不敢期待 但是他在定睛望着彼得约翰的时候 彼得约翰跟他讲 金银我都没有 我只奉拿撒勒人 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今天这件事情 就是在教会 你要祈求的 你要追寻的 教会不是要追求金银 只有所有的就是从神来 从耶稣来的那个能力 那如果你肯像从耶稣来追求那个能力的时候 你相信的话 相信你所受的疾病痛苦 你可以得到解脱 可以得到释放 这是第三种人 第四种人呢 看起来找不到第四种人呢 哦这里面写的 把那个鞋腿的彼得约翰第二种 那个那个 抬那个鞋腿 鞋腿的三种人啊 第四种人在哪里 第四种人就是天天 天天在圣殿出现的那些人 立位人 祭司 这些圣职人员 这个如果以律法来讲 他们是何其尊贵的身份 是世世代代承受这种职份的 但是这些承受圣工人员 他们在做他们的典礼的时候 是行李如鱼 是内心澎湃 还是心如止水 这也是我们做圣工的时候 要思考的 我们绝不是一个机器 我们是有感情 我们是有属灵恩典的人 我们在做教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想说 我们不是我们能力有多大 是从神那里来的 今天 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 从他们圣殿 从这些 这个祭司立位人 他们慢慢的堕落腐败 产生整个国家不保灭亡 但是他们也有很好的先知 也有很好的祭司 很好的立位人 像那个西元前168年 我们那个夜晚福音十章二十二节 讲到那个修电节 事实上在摩西的立法里面 没有修电节 摩西的立法只有三个节日 就是余夜节 五旬节 祝盆节三种而已 然后面 在夜晚福音那里 讲到了一个修电节 修电节 在旧约找不到 那个是在两约之间 就在马加比王朝的时候 产生的一个 一个很可歌可泣的一个事件 就是那些外来的政权 要强迫以色列人 他们的小孩不能行割离 行割离的话被发现了 这个小孩杀掉 连他的母亲也杀掉 然后那些 那个安提阿古四世代的军队 来到圣殿的时候 他在那里杀猪 然后喷猪血 要激起侮辱以色列人 在那个阶段 很多人习世女人 不要出现 那有一个人就代表 以色列人出来 那我帮你们献祭好了 我帮你们献祭诸 这样就免得以色列人被杀 那当时有一个老祭司 他相当的愤怒 他就拿起锤头 把那个要上圣殿 那个献祭猪的那个人把他打死 他打死的时候既然已经打死了 而且又把那些那个冰丁 那个外来的冰丁打死了 但是一不做二不休 就开始那个反抗 然后就组织游击队 然后跟那个从中亚那边过来 从两河流域过来的那个征服者 那些人他们有很大的power 他们是当时候的重装备是 骑着大象来蹂躏以色列人 但是他们跑到那个山上去打游击 但是越打他们 觉得说有神的恩典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后来他们就成立马加比王朝超过一百年 超过一百年 一百年 然后他们那个休殿节 休殿节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光明节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候他们进入圣殿的时候 发现圣殿已经很久没有祭司 没有人在那里献祭了 所以剩下那个在点那个 圣殿里面的那个光明灯的油 只剩下一天的份 根本都点不着 后来他们就充满了信心 说这一天的也是要点 然后要求神的带领 把那个油放在那个七盏灯上面 结果很奇妙的 在他们在找到第二批油以前 超过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个七盏灯都没有灭掉 本来只能点一天的油 他们点了一个礼拜以上 所以他们才会产生那个休殿节 光明节 然后在耶稣的那个时代 他们依然到现在 他们依然都在守那个光明节 然后我们看耶稣福音十章二十二节 那里有谈到说 他那个是在寒冬 那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光明节 往往都在我们心里的 十一月跟十二月之间 大概十一月底十二月 十二月的几率最高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 很多很多的这个世上的事 跟神的那个奇妙的关系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哇神为什么会不帮助我 那事实上有时候你去看书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 从耶稣降生的时候 我们就说末世到了 因为耶稣是弥赛亚 是救世主 是要来救世上众人的 所以从耶稣降生以后 这个就成为末世了 但是末世到现在 为什么到现在已经经过两千年 但是两千年在整个人类的历史来讲 他只不说一点点 那个末世有多少 在比例上 在整个人类历史来讲 他是最末端 末世后面是末期 末期就是说 这个耶稣在启示录看到的 那个神显现的那个意象给他看的 他自己可能也搞不懂 那个什么东西 一个印一个印的翻 那个是末期 到最后是末日 末日 末日是最后一刻 当末世的时候 那个民要攻打民国 要攻打国 然后那个 那个做坏事的人 横行霸道 然后你对他无可奈摸 然后很顺境的人 他整天祈求神的恩典 但是好像又忘不到 就好像我这里所讲的 那个瘸腿的 那些慈情爱心的 他们每天的付出 但是好的结果在哪里都不知道 就是这个在末世的阶段 会产生这种东西 但是末期的时候 可能 艺人也会受害 艺人也会受害 但是到末日那一天 末日那一天 就很明显的 好的就是好的 坏的就是坏的 坏的就是 就是受神的刑罚 要灭亡 好的就是得救 你看那个 挪亚方舟的时候 也是一样 当最后 末日那一刻 当大水降来 淋那一刻 好的就是在 方舟里面 坏的就是在外面 当索多玛 俄摩那的时候 那个 那个 那个亚伯拉罕 跟罗德 他们在乞头 看能不能多一点人得救 但是 他们不出来 好像索多玛 城里面 有好人 也有坏人 就好像罗德 他们是好人 所以神救他们出来 外人 这样就过世了 所以在末期跟末日 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到末日的时候 我告诉你 就是很明显的 就分出来了 就好像 神要救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你在思考上 十大灾 十大灾从 第一个 那个水变血之灾 那个水变血之灾 好人跟坏人同受灾难 因为水都不能喝 你好人也不能喝 以色列人也不能喝那些水 因为水已经变成血了 不能喝 大家都一同受难 但是到了第九个 第十个的时候 就变化了 第九个 黑暗之灾 那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说 埃及种地 都是黑暗的 但是唯有割山地 是看得到光明的 圣经里面记得很清楚 表示说 在那个末阶段的时候 好的坏的已经开始分出来了 那个阶段 你才能够感受到 神的恩典在哪里 当然你的信心多大 神的恩典就走在你的前面 那在这个美门内外的时候 所以我在讲说 这个立位人跟那个祭司 有时候我们好像是神拣选的 我们在圣殿里面 但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是每天心如止水 还是非常的澎湃汹涌 我们恨不得每一个人得救 恨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做出好的行为 但是圣经里面 这个耶翰 彼得耶翰他们 在写这个书的时候 都没有记载那些人 都没有记载那些人 那我们要思考 如果我们是那些人怎么办 我们是那些人是怎么办 这个是要思考的地方 但是当彼得耶翰行完这个神迹以后 彼得耶翰行完这个神迹以后 他们很高兴 他立刻好了 他跳起来了 他马抗健壮 然后他行着 同他们进入圣殿 同他们进入赞美神 我相信进入圣殿的 不止这个瘸腿的 彼得耶翰 不止这三个 在那里看好戏的 在那里天天付出爱心的人 每一个人 我相信在那个氛围之下 心情一定很嗨 然后大家一起进去圣殿赞美神 我们希望我们让所有的教会的信徒 也让所有可慕教会道理的人 我们都可以一起入内 进到圣殿里面 而不是在圣殿外面 有的人看起来 哇 这个教堂美丽坦坦 但是永远在美门的外面 永远在美门的外面 有时候看起来是很乏力的教堂 在当时候在耶稣的时候 可以说是在以色列人空前节后 圣殿盖的最豪华的一刻 那个从大西立网 因为他为了展示 他的浩大喜功 所以他盖了几十年 然后有很多什么外邦人院 有什么每一个部门都分得很清楚 那个出入的门口 十个以上 但是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两次 第一次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第二次是他将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到圣殿 捷径圣殿 他跟他们说 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你们到死他成为贼窝了 耶稣有什么能力 他不是 他不是教堂 他不是圣殿的主旗士者 他没有那个 钱子去 把人家的那个摊位 把他弄掉 他用的是什么 用一个属灵的权力 但是为什么他要彰显这件事情 如果你想一想说 整个圣殿他们的敬拜 那些在那里换银子 吃饭卖 卖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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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猫 卖牛羊的 老实讲是无可后悔 因为他们为了到圣殿来朝拜神 为了要了其一生的那种心愿 他们走了几个月 从两合流域 从欧洲 从北非 从世界的各地方 他们虽然已经被灭国了 他们流露各地 但是他们有一颗心 就回到故乡的圣殿 朝见神 向神献赎罪 赎罪 那个祭 他不可能说 从他们的故乡 就拉着一头牛 养了两只鸽子 然后沿路来到圣殿 所以他来到那里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所以有人 会让他们方便 就卖鸽子 卖牛羊给他 这是 无可后悔的 但是问题是出在那里 出在那里做买卖的人 问题是出在那些做买卖的人 在教 在圣殿里面的那些主旗逝者的问题 就出了很大的问题了 问题是出在那里 因为他们已经 我们台湾经常讲 经常会讲说 金廟去行 你在圣殿里面出入了一百次一千次以后 你就不会觉得说这里多庄严多慎重 这些人 他本来是要让那些他们的同胞取得方便 但是到最后 可能对于金钱的计较 对于这种权利 钱财的贪取 已经到达不择手段 可能跟那些立位人 经历善良的人来到圣殿 为了求 为了感谢神 要来献祭 结果又被这一群人去剥削 当然会生气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说 这种东西 你一定要想说 这个来龙气脉是从哪里来 那所以 这个整个阶段 你看那个圣殿 他盖了几十年 盖了四五十年 到主耶稣被定十字架以后 那个工程还没断 但是到主后七十年 罗马将军提多 发动出兵 把整个圣殿给拆掉 拆掉那个第二圣殿 就整个都结束了 他们不简单的 索罗巴伯 尼西米 索罗巴伯重盖圣城 以色拉重盖圣殿 尼西米 去把整个圣殿的内容架构 祭司 然后献祭的每一个族群的人 都拉过来 重新恢复 都是在尽人力 但是非常的微薄 要承受那个都很困难 到最后又再一次的被冰 被军队手蹂躏掉 整个都结束 结束以后 你像现在的圣殿 你要像剩下一面枯墙 然后 在本来原始的圣殿的地方盖了清真寺 然后以色列从21世纪 现2001年开始 有一些极端的犹太教 因为他们要盖第三圣殿 我想这种东西只是在表面看爽的 当你一个人的内心 当你一个团体的 你的内部的架构不完全的话 你在怎么美丽堂皇的圣殿都是网门 就好像这个瘸腿的 他每天坐在每门外面 每门的里面是神的地方 每门的里面是何其神圣 何其庄严 何其有能力 但是一个信主的人 每天的心态都是在这个教会的外面 那你说你每天进来教会 又得到多大的意义呢 又得到多大的意义呢 这是要思考的一个地方 这是要思考的一个地方 我们真的要追求的是属灵的东西 有时候文化的传承 那种气氛的感觉 有时候现在这种物质的社会 都对这些不去重视很浅薄 所以在三十几年前 大陆刚经济起飞的时候 有一个导演他导了一片电影 然后在大陆 大概播了两天三天就下架 因为没有人看 大家觉得说这个导演头壳坏掉 拍这种电影 现在是经济起飞的时代 你拍这种电影 你可以 已经怎么说不富气了 然后已经跟这个 这个人情的思维都差距太大 所以不到两天就下片了 但是经过十年以后 那个影片 跑到日本去播 哇 这个日本一下子一泡 要红洛阳纸贵 在日本当年的那种 那种电影节的那个 评审当中 他是最佳的外国电影 那为什么会差那么多 同样一个变电影 人的思维怎么会差那么多呢 结果那个电影是怎么样 那个电影是拍湖南一个乡下地方 有一个邮差 那个邮差 他每次要送邮件的时候 都要三天两夜 因为那个都在三期 他要走路上去 所以每次都要三天两夜 然后他做了二十年 然后做了二十年的时候 他觉得说他要退休 他把这个工作要交给他儿子 因为他儿子虽然读大学 但是那个高考没有上 结果没有工作 所以他就叫他回来乡下 那个送这些当邮差送信 然后他儿子就问他说 现在都那么发达了 就有车子就有巴士上去的 你为什么要自己用走的 他爸爸跟他讲说 那个巴士没有我坐的踏实 没有我坐的踏实 这句话就很吊诡了 你用走的当然是很踏实 但是反不济及 但是到他要交给他儿子的时候 他就带他儿子走第一次的路 那第一次的路的时候 他每一次要走这三天两夜的路 他都带一只狗 然后到第一个村庄 第一个村庄的时候 大家那些那个村庄的人都很木讷 就跟他讲一下你来了 早大家都背着锄头要去田里工作了 然后他就到那个村办公室里面 就跟那个村长说我已经要退休了 我要交给我儿子了 那个村长就很木讷说是这样啊 结果他们把那个所有信件都分发完 要出村庄的时候 不得了 所有村庄的人都从田里面出来 在那个村的大门口 没有很热闹的鲜花 就是一颗很依依不舍的 那一双眼睛盯着他们父子 那种感情的付出 那种感情不舍 这是现代的人感受不到的 感受不到的 然后他儿子在那里上了一课 然后到第二个村庄 到第二个村庄的时候 那个村庄 那个村庄那天 哇 人 那个 那个非常的热闹 有人要准备杀猪 有人要准备杀鸟 然后那个尤才就问 问那个村长说 你们要干什么 他说 今天晚上我们有人要结婚 他说 怎么那么凑巧 结果那个村长说 不是凑巧 是专程等你送信来的这一天 才要结婚的 那个送信的地位非常的 好像很卑微 反正不足道 微不足道 但是在那个村庄 他是被看成一个何等伟大的一个人 人不一定要做到多伟大 只要让人家看得尊重你看得起 你就想让这个邮差一样 但是为了他一个人 那个结婚的日期专程挪到他送信的那一天过来 这种的感受 绝对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感受的 然后他只要送到第三个村庄 要到第三个村庄的时候 他忽然间他跟他儿子说 我们转到那个旁边的一个小聚落 有几间破房子那里 结果他儿子说 这干什么 他说我们走就对了 结果到那里有一个眼睛瞎了的 老太婆坐在那里 然后他爸爸就很亲切的说 老婆老婆 我把你孙子的信带过来了 你看不见我念给你听 结果拿起来就开始念 念到一半就拿给他儿子说 你继续念 结果他儿子拿起来 不对啊 全部是空白的 后来他想到就是说 他爸爸在做样子 在慰问这个老人家 让他不会有失去儿子 孙子的那种失落感 所以他每一次都假造一张信 一张信来念给他听 这好像是在说谎 但是他充满了感情 充满了让人家无私的回味 人就是要这样 然后他儿子 虽然他在事前没有跟他讲 但是在那种纸张传到他手上之后 一下子就领悟过来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好像这个不是我的父母 这不是我们家里的人 但是都是神的羊 都是神所俊爱的 像那个邮差一样 他送到那个地方 那个老婆跟他八竿子打不着边 但是他每一次都要去念一封信给他听 所以有时候这种情感的东西 你要想想说大陆把这个影片 这个不值得一看 大家不看 跑到日本 人当然走过一段很繁华富裕的生活阶段以后 当你在下来的时候 你才会思考说过去的那些事情 何等的美好 你不要把过去的都当做 当做的垃圾 好像都没有人要回收的垃圾 你自己再回收看看 有很多很多 是值得我们去思考 值得我们 去掌握 值得我们去追寻的 我想每门内外 当然在外面看起来何等华丽 但是我想我们要追求在里面的 一种属灵的感受 然后这个邮差的儿子 有一次在问他妈妈 他妈妈是他爸爸从山上娶下来的 的媳妇 他就问他妈妈说 那个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就生活很舒服 你们为什么要住在山上 你们为什么要住在山上 他妈妈跟他讲了一句话 就舒服 舒服 两个字就舒服 那个舒服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 像以前的人都赤脚没有鞋子穿 当你穿到鞋子的时候 你感觉什么 是舒服 那过去的舒服 你现在是不是把握 还是你撇去的过去的舒服 追求以后后面的很多好像很华丽 一切不舒服的事情 我们用这个做互相的勉励 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 我们唱诗189首